老師好 超老家人好 還有在座的台南的朋友們大家好 好 謝謝大家的掌聲 我來自屏東 我叫詠麗 接觸到超級生命力碼有一年多的時間 那真的很高興 我跟台南很多的人很有緣 真的因為超級生命力碼 又讓我跟台南在街上更深的緣 坐在這裡看到很多面孔都是很熟悉的 曾經都是多年來也曾經是夥伴 也曾經是真的是過去生生世世的家人 所以都覺得很熟悉 來到台南特別有一種感覺就是很親切 然後台南小吃很多 以前總是想要來台南就想吃小吃 所以對台南的印象是這樣 我在兩年前從中國大陸回到台灣 那那時候很幸運的就是 一直應該是說 是其實事實上要去要出國之前 我在台灣其實事實上有遇到很大的一個 在我的事業上有很大很大的一個低潮 就是從天堂掉到地獄的那個時候 在那個階段呢 我跟國外的公司有合約 然後在發展著生意事業 然後那個時候可能就是因為能量產的不足 當負能量來找的時候 那可能就是諸多的一些 一些生活中原本的那種順遂啊 就瞬間啊什麼通通都受阻了 就一個一個的都讓你覺得重動不了了 那個時候是事業想發展到國外去 那時候還正好喔 都不感覺什麼 然後就想說快速的可以發展到越南去 我在很早就到越南去發展 沒想到因為政府他的就是 不停的那種規定 還有在51%的部分 最後呢公司北南社的總經理都請了 人員都訓練好了 最後就還是不得了 都沒有辦法在那邊繼續發展 因為不合理的要求 最後轉往日本 那很巧的是不知道怎麼搞得 又碰上日本那支311的那個 那個地震跟海峽 結果那時候在那邊要發展開店 然後店都租了 人員也請了 就因為開始之前就遇到這樣的一個關卡 那那個時候就想還有哪裡可以讓我再發展 結果就選擇了中國大陸 其實在28年前我們在中國大陸就已經有進去了 就已經設廠也設了公司 那就在那邊發展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呢 就想說能夠再拓展其他的國家的版圖 結果可能野心太大 還有自己得資養的不足 然後都沒有好好的將天地給的這種祝福呢 感恩天地 都自認為自己很厲害 都認為是自己自己很厲害 結果呢都沒有去反思 就這樣的一個過程 結果真的是當天地要把這些收回去的時候 當負能量來找的時候 你想方設法通通都沒有辦法轉動 那遇到這樣的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想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會跟我一樣齁 在過去還沒接觸到超級生命密碼齁 我們已經到處去尋找什麼 有比較厲害的 比較老的算命的 有辦法給我們改運的啦 什麼各種方法都用了對不對 獨省獨入都用了 包括哪裡可以替我們就是哪個師傅很厲害的 我們就去跟他請法 不然呢就想方設法就是 哎呀反正花了錢可不可以請他們幫我們 幫我們協助我們過得了這一關 是不是市場都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呢 就想喔我真的是在這個部分我還真的花了不少錢喔 應該是七位數 而且不是一不是二 這短短的幾年也花了我很多很多錢 到處賺動不了沒辦法了 結果想說靠這個好像不太準 不太不太靠譜喔 自己來就去修吧 然後呢修幾百萬便才有辦法 或者是想方設法的又貴又求又敗的 享受相信業障吧 就想盡了辦法呢 最後呢也去修了公募法 到最後呢有結了更多的圓喔 然後那個圓呢想說 透過他們能夠協助我們快速的翻轉嗎 請大家千萬不要學我這些喔 真的不對反倒沒有幫忙 反倒有更多更多的一些問題來了 好了很多朋友聽過我這些種種的經驗 告訴我說你還能正常還真了不起 他說這一種的你感受了這麼多啊 我想啊可能啊晚上都不知道 可能這是真的睡都睡不好 他就不讓你睡覺了 最後沒有辦法的自己解 一天就讀了兩部地上機 不夠三部七部 一天都讀過七部 我最快的速度是30分鐘內 可以把一部地上機讀完 到最後呢拜下去嚴重聲 在夢境中告訴我說 你速度太快了我跟不上 我聽說是為了什麼事 為了常常過去所犯的錯誤跟上 自己明白了知道了要懺悔 要贖罪可是找不到更有效的方法 結果呢想說地藏經最快速了 結果還是真的是轉動不了 當我沒有辦法一天讀七部地藏經的時候 哇真的是兩天沒有讀下不了床 三天沒有讀全身痛到 讓你簡直都想去撞牆 我真的有過這樣的經驗 我不知道大家 因為我確實是想要找到方法 卻找來了更多的問題 所以這個方法不要學也不要試 現在很幸運的你們跟我一樣 接觸到這樣的一個這個非常好的一本書 超級生命密碼今天都在你們的手上了 這個法法我從回來之後 有一天在朋友裡面 碰到了這本書 就這六個字很吸引我 一定會學生命連數啦 反正我什麼都學了 名字也改了什麼都用的都沒招了 結果看到這本書真的是很很興奮了 就覺得超級生命密碼好像其中 就有我要找的方法 我就跟朋友說這本書先借我朋友說 人家送的可以送給我 我說太好了 這真的好像就是有方法沒有 我可以有救了 就因為這本書中我就回去看一看 真的看了看了我就覺得我要找到這一個 這個系統可以快速讓我找到那裡面的方法 我覺得我看了都覺得很相應 可是呢我都覺得我想要快速 因為我們這個人可能比較急性子 都想說找到捷徑找到快速的方法 可是我那當下很肯定的告訴我這本書 有可以解決我所有問題的這個方法 就真的是 我就念我動了動了 就真的有一天在路上就看到了 我們就遇到了我們屏東的那個雅萍跟新佑 叔叔他們的發結任書 結果我看到一本跟那個超級生命密碼一樣的千年之夜有鑰匙 我說這個就是我要找的系統 找到了天地聽到我的聲音 天地知道我已經用了各種方法 轉動不了了 所以天地也可憐我 讓我真的找到了這個系統 就這樣子三月份 我們的那個陳代主持的一場愛與感恩分享會 就像這樣的分享會喔 我就坐在底下喔 在去年的三月份在連池湯 我那一天跟我先生一起到了 很幸運喔 那一天我先生就抓到4月15號的入門票 那一場課程叫什麼叫 原來費用可以很簡單 天地知道我想要的就是這個 原來費用可以很簡單 我現在就收到的入門票 解決了我現在一定會跟我去的 這個問題好感恩天地都幫我安排 當天當天新出爐了 風聲區集卡一起 我那天第一次見到一起在現場 然後這風聲區集卡告訴了我說 就跟大家說真的是今天出爐的喔 結果我說這個我需要 當下就馬上念到我的名字 哇好感恩喔 就這樣子我就進到了這個 超級生命密碼的這一個 那一天4月15號兩天的課程 很感恩喔 你這個課程好 像這樣的課程 保持來到堂的可能好多把握 就這樣翻轉了我的人生 這本書中簡單的步驟 一二三喔 讓我解決我所有問題 因為壓力過大 身體有很多的病痛都來 包括晚上根本睡不著覺 我如果跟你們說 你們覺得這個人還能站在這裡是奇蹟 我大概沒有辦法一個姿勢三分鐘 我睡覺躺著撤著都不行 就像晚上在監獄一樣 欸一遍喔 你這樣的話 可是都沒有辦法睡覺 都一直都是這樣 結果呢 殊不知找了很多方法沒有解的時候 就原來這個超級生命密碼 書中的心法步驟一二三 就我連坐三天就這樣子把我這個 沒辦法睡個痠痛的這個問題 還有懸深麻還有脊椎側 都讓我有解 就這樣子解決了我這樣的問題 還可以穿高跟鞋 還可以穿七寸高跟鞋 在路上跟你們跑喔 還可以這很有體力的從早到晚 到處去分享 還有充斥著我的事業 那很感恩的 因為這樣的原來富裕可以很簡單 我從這書中跟超級生命密碼 這兩本書 就讓我的事業又再回來了 我在去年的這樣的實修實練當中 一直到今年的年初 我又多開了兩家公司 那謝謝大家 這個原來富裕很簡單 那就是一定要透過這一本 超級生命密碼 這個是我們的基礎 將書中的違言大意 老師說書中常有 老師有這種隱形密碼 這隱形密碼在哪裡 在書中裡面的自領行間 把新聞打開 那你想要擁有多少的財富 擁有多少的生活中的一切不足 把新聞打開去 去啃進去每個自領行間 你就能夠 你就能夠得到相應 就是老師安裝的隱形密碼 要送給大家的 把書認真的看進去 你就能收到 你想要擁有這一切的實俗豐盛富足 一定要把這本書看進去 書中的心法步驟 一二三解決你 所有一切 我前面所講的方法都賺動不了 結果透過這本書中的心法 我才用了一二三 解決所有的問題 然後去上了 原來富裕可以很簡單 讓我的家庭幸福 讓我所有的一切 全方位的富裕都擁有了 我先生現在天天跟我同金同出 早餐都是他為我準備的 一切哪有可能啊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我先生那個年年代 確實是這樣 不好意思 來到這裡 特別想多想幾句 心中的這篇喜悅 都是因為超級生命密碼 那還有就是在8月26日 大家分享一下 這樣的一個富足 這是這樣的一個 你想讓自己的生活更加的富足 想改變你現在遇到的 不管大大小小的問題 跟大家透露分享一下 不管你們這過程的靈魂 替過去所有的一切的障礙 包含解不開的解 糾結的心理 存在我們的靈魂記憶體 8月26日 另一場的Q&A課程 我要跟大家分享 你們一定去參加 無論如何去參加 會將你們所有的問題解開話 解一定去 然後把心門打開 好好的坐在那 好好的聆聽 讓你的靈魂的 所有的不快樂的記憶 所以一切不愉快的一些 所有種種的問題的觀察 透過這一場Q&A 別人問的問題 導致回答的 你們的問題就有解了 將一切不愉快 跟障礙你的問題解開之後 導致當天帶了沒有公開的心法 付足心法給大家 讓我們三三四四 所有的不滿足 所有的沒有的這一切 全部後面的心法會 讓我們付足 讓大家能夠付足的帶回家 開始啟動您付足的人生 祝福大家一路喜樂 活生付足的生活 謝謝